這是它的光環 在這種環境上它的光合成菌效果就會特別好 如果有辦法把這個頭上裡面 一些他們加下去的化學肥料 不必要這些東西是怎樣 能夠充分的去代謝 這是他的原始的這種光環 所以他一直認為光合成菌 在他們應用這樣確實是還不錯 第二的他應用的困是木霉菌 因為他用醋坑 流去染一些肥精這種的東西 去做發酵 發酵的肥精的一個程度 非常一個環境 因為我覺得他敢說他用肥精 我就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肥精下去是不是 就是那個軌的程度一定會受影響 而且他可能會比較大顆 但是他的蛋肥太大 還是什麼樣的是不是 一種的這個問題 其實有時候肥精發酵不好 在近來就很容易窩 為了這個問題 他會覺得說這個 把這個翻譯說 這十幾年來去 去那裡參觀的人很多 因為他在他們區域裡面 算是不怕人去看 很多日本的這種橫子 一般都不想讓人去看 他都不怕讓人去看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他說比較多人去看 當然人都不敢自己質疑 結果剛才我問了很多這個問題 然後他覺得這個人很有趣 他跟他翻譯是這樣說 不知道是說這個人很高怪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反正他翻譯我們聽不到 要翻譯就說這個人 他說這個人很有趣 所以為了這個事情 他就說那你晚上住在這裡 明天我帶你去看堆肥廠 結果呢 因為這樣全都結婚了一天 本來原來是預計禮拜六就要回來 是說紀元人就跟我們說 說你就住在這裡 我再帶你去看怎麼做堆肥 就留在那裡再看 結果他是用什麼來做堆肥 還是用米坑 但是他在做米坑的時候 米坑裡面就是炒魚精 這裡面米坑沒有用水 他的魚精其實已經是有一部分的發酵 有一部分的發酵 這個染在米坑裡面 敲一個適當的水分 這個染默默菌在裡面 默默菌先進去發酵 發酵到一部分的時候 他又把這個光合成菌 因為他是另外一個環境裡面去培養 所以他現在又把這個光合成菌 動作是水分的一個添加 這個後面要他做的一個程序 他先利用米坑和魚精 來發木霉菌 用木霉菌去做一個種菌肥 現在這個東西做好之後 他和米坑和糙坑 和糙坑 以前是不是這個木霉菌 和魚精先發酵一次 然後他再來就敲糙坑 敲糙坑的時候 他就染光合成菌下去 這個時候就染光合成菌下去 然後再染魚精 再一次再添加這個魚精 然後讓他攪拌均勻的時候 再染一片的這個東西 這片就是染這個放線菌 再用放線菌 放線菌下去之後就給他發酵 他的發酵的溫度要超過80度 80度最少要有三天 這是他的這個這個這個過程 所以呢 因為難得他 他對他自己這條 非常有信心 所以呢 就聊了一下 所以因為放線菌 我們也接觸很久 所以和他在講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就討論了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 就是說他這個 糙坑 要經過八個月的發酵 這個過程裡面 他自己有一個堆肥廠 這個堆肥廠 就專門幫他做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這個發酵 因為這個堆肥廠幫他做這些東西 他種了很好 附近的農民也都會去買這些東西 他這個人很慷 他說這好的東西就要給好 好多人知道 好好的來給他這個應用 這完全是顛覆我們的這個習慣 所以呢 他這個都去應用 就用這種的一個 用這個阿丘餐頭 就是這種類似他自己做的 這個就算有機肥 但是呢 這個給我最不能夠理解的地方 就是說 他現在栽培之後 每一次栽培完了以後 他是不是成媚菌 阿媚菌 媚菌之後 他現在把這個 塑膠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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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寒開的時候 其實還有溫度 他叫我下去摸 他摸 摸摸摸摸 他說就是要這樣的一個溫度 其實那個溫度很燙的 金粉手是沒有材料摸 在那個 但是最小看 他是在這個土上的表面 大概差不多在這個六十度左右 他的溫度降到 在六十到五十的這個中間 他這個有機肥 就把他敲起來 直接就濕在上面 直接就蓋上去 然後看他 又用一個機器 小小台 很小吃的這個 把那個土 還含 這個消毒的土 含這個 做好的油肌肥 這個有一個龍 跟他炒作為 大概是這樣的 操作的這個方式 啊 種出來的這個櫃 其實是沒有話說 他說我們 因為台灣人 比較要吃頂頂 所以呢 那櫃子他沒有放軟 就拿給我們吃 啊 因為中島他請我們吃飯 所以帶我們去吃的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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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他就說 我本來就想帶你們去吃這種東西 啊 所以去 就去吃這個蠻魚飯 吃蠻魚飯的時候 他就本來 他在一個 一家的這個飯 就有一個櫃子 所以你就知道說 可想而知 一個飯裡面有那個櫃子 你就知道說 那一塊要多少錢 因為那一塊櫃子 他是切成 切成八塊 一塊櫃子 他打成八粥 這樣 還蠻大一塊的 所以在可能 三塊的這個關 所以做了呢 啊 比較好洗 那整個的這個櫃子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剛剛有去看這個堆肥 看了說怎麼有興趣 啊 因為感覺很醋味 感覺很醋味 所以呢 他就跟他 他就說 不然我帶你來一個 這個這個 看另外一個 然後 那個很遠 那個就很遠 他就跟 連絡一個 就是日本的這個 這個赤城 這個地方 很多好朋友 也知道 這個 在台灣 他也是很有名的 這個 這個赤城呢 這個地方 他所證的一個 這個櫃子呢 我覺得說 那個就是我們可以去學 他是這個 這個地方 剛才說的 這個靜岡 靜岡線呢 他是完全剛好一個不一樣 我們是剛才說的 他是 利用這個 離土栽培 全有機質的一個方釋 這個赤城這個地方 他所證的 就不一樣 他是百分之百價接 他說沒有價接 是種不了的 他也是種在土地 他 他途中的一個小檔 他是每一年 每一年呢 從這個十二月以後 十二月以後 十二月以後 開始種過了 種到差不多 一直種種 一桌一桌一直種 到六月 到六月 到六月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種 番茄 然後種小番茄 他就利用那個 設施 然後種 小番茄 大概是 這種的一個方釋 一般來說 他是在這個十二月時候 為國立 我們說的都國立 為國立十二月開始種 開始種 開始種 他就種種 這些 櫃兒 他就種種種種種 種 both 到十二月開始可以收 十五六 到差不多 收兩個月 中間 全部都用 百分之百的價接名 但是他 他們這個小番茄就沒有架接 小番茄說番茄不用架接 在台灣來說 我們覺得番茄沒有架接要怎麼吃 但是這個溫度確實是有差異的 所以他們通常是來用 但是現在就是他們也發現到 這個番茄如果沒有架接 越來越難吃 所以他們也是接受架接苗 因為在台灣我們對這種小番茄 我們吃這個茄子 這在日本他也知道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聽說這個小番茄 接過茄子之後 小番茄也很好吃 問是不是真的 當然也是真的 因為在台灣我們就是這樣吃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他們就是用這種的一個做法 大概 但是這個不是一張 剛才說的這個靜鋼 它是一張 只有一粘而已 但是在這個赤城這個地方 它是做沙雕町 在老沙雕町 沙雕町 它叫兩個方向 譬如說 一張這兩雕町 破當兵 一雕町破歳兵 後一張剛好倒兵 就是說它的稀炒稀炒 這大概是一種的一個政法 那很多很多很多 一般來說 他們就是這個 中毒 由日本 他們的市場 他們這個農協 他們的農學 他們的去減減 就是說這個 中毒要有十八毒以上的 這個特幼 再來後一劑的是十六毒 還有另外一劑的是 這個十四毒 這個腦袋又去分那個大小 就是說先分成一堂 來跟來分這個大小粒 都做這個 共選共隔 這種方式 他們做的去選舉 所以它這種是 比較像我們這部分的 一個做這種 隧道式的一個栽培 大概是 這種的一個方式 這個這個 他們的政 就有比較特別 他們是全部的背料裡面 特別注重的是這個雞塞 而且他們這個雞塞 是要經過一個認證 利用雞塞 由附索過這個雞塞 雞塞去蓋在這個土甲底 讓它去撥熱 讓它撥熱 撥熱熱 然後做一個 這種類似像 土壤的消毒 這種的一個方式 他們是有用這樣一個方式 目前來說 他們這個實在是 工作安排後有夠好洗 他大概差不多是 他有一個 譬如說他全補 全補是 差不多價多塊而已 這1萬4千平方米 我們日本的1萬平方米 是一價東 我們現在說的是 純粹 雲塞的這個面積 他差不多是 1萬4千 1萬4千 這個平方米的 這個 這個 雲塞 每一百平方米 裡面 種6百層 1分底 等於1分 我們差不多1分 1分種6百層 1分種6百層 1層 1層 6層 所以這9分底 就有3千粒的一個 這個收盛 3千粒的 平均人買起來 剛才說的 在金剛線那一張 釣一粒的 差不多是7千到9千 這個差不多 2千塊左右 2千塊左右的一個 這個單價 好一點的2千 平均的差不多是 1千2、3塊的一個 1千2、3塊的一個 一種 這個價格 就是說 它算起來 大概在 1千3到1千5 最百年 還有1千2、3塊的一個 所以他們 起來的這個收入 其實 你如果用1千3塊來算 3千 漲一個問題 你看就可以 你可以收多少錢 日幣 就是說 你如果用平均用 不要說全部都用1千3千 你平均用1千塊來算 1千塊來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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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 3千 1分 3千 1千 是1千 的這個日幣 這樣 是不是 就是3百萬的這個日幣 差不多1分 就是收100萬的一個 跟那些貨 1分 就收100萬的這個日幣 的一個 這種的這個 修行 所以 這個價錢上 是很有競爭力 當然 他說現在 價錢有比較差 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特別去強調就是說 這個 貨的一個價錢很重要 它是利用這個網文刮去吃這個網文刮 所以 這和我們在台灣的 製造的一種方式 我們有嘗試 但是我們很多是用什麼呢 是用這個南瓜去吃 他說 當然你也知道 他說用南瓜他們也有吃過 所以 其實那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接受的一個品質 沒有辦法接受的一個品質 所以這大致上是這樣的 所以 所以主要是 大概 這個時候我都覺得說 那 可以稍微去來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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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反正在栽培上 有時候 多減看 多減看 就有機會 我們就可以知道 相互中間 就有一個 比較 那 這有時候 這樣 就是說 讓好朋友 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時候 我這邊去看 給我比較 比較有一點點震撼 感覺 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這 有時候就是說 聽很久了 以前在看 都是看到這種水耕栽培 我覺得說 那種 那個管理 就有另外一回事 這邊 其實我比較想要去看 就是像次呈現這種 的靜緩 這個是可以學的 而且它管理的一個模式 你想想它是 這個 減多少 差不多減1400平方米 他們總共五個人在做而已 只有五個人 這五個人 裡面有三個中國人 這兩個日本人 就是 這個老闆跟老婆的 這兩個在做 那三個 這三個 應該是算 對日本來說 在台北叫研修生 就是說 日本他們不把他們 成為外籍勞工 他們叫做研修生 來這裡做一個 這個 好像是一種 又是學習 又是 又是工作的 一個種 這個 來做這些東西 這個效果上 看起來是還不錯 他們 在日本 本來他們做三年之後 因為他們 一般是可以留在那裡 三年 這三年做三 這三年結束了 對吧 他就回去 回去 回去在中國大陸 他們就開始進行 那 既然說 既然有一個 因為 他不是開港 他說他是這個 泰山這家 為什麼他會來選擇 這個地方 做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 他爭人的人 有一個人去日本 去做工 做三年 這三年回去之後 他存了一點點錢 然後就 然後就結婚 結婚了 自己就去北地 跟他 去日本學到那裡 全部 又跟他 配合下去做 一整套 就開始這樣下去做 現在呢 在泰山這個地方 也 也 偏然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 農民 但是 已經做了最多的 這個 成功 那是他們出兵 所以 他們 鼓勵說 你可以去 他本來是想要留在中國 去做這個工作 他說 你在這裡學沒有東西 就鼓勵他 鼓勵他 他一定要去日本 做工 做三年 就再去學這個東西 所以看起來 確實 就是說 我們對這種 一個專業的 一個訓練 這個 是不是有這種 有一個 像這種 這真正是 做務實 非常不適的 一種 做法 就是說 他的 氣是做工 你在做工的一個 過程裡面 你自己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你自己有沒有辦法 認真去學這些東西 這可能 就不是 有的氣 可能就是 工做的 那 可以學多少 就靠自己 真的是要靠自己的一個 可以學多少東西 這個大概就沒有辦法 就沒辦法說 完全 你想要怎樣 就想要怎樣 所以 大致上 是這樣的經驗 所以這給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就是 這邊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 跑得很遠 先去 先為 因為我去 在東京 東京 去告 這個 這個 進行 這邊 然後 各走 各走 又到 這個 赤城 其實這個範圍 跑得 跑得有一點遠 然後 幸好是 邀告有這種 這個 新幹線 我們 高速鐵路 這種 反而 會 會 會好很多 所以 覺得起來 好像沒有很累 完全 在車上 大概就可以去休息 差不多是 那 基本上 我們 了解到 不然去看 大概是這樣的一回事 這給朋友 算給大家 稍微做一個報告 讓大家 稍微知道一下 也是 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 我覺得 好像是 泰保 那種泰保隆威 一直都有 和這個 日本 他們都有 有一個 這種 叫 有一點 這個合作 譬如說 日本 好像是 哪一個市 這要不然 這個 不然 日本 有一個交流 我覺得 任何一個 這個地方 就是說 你有一個 有一個 交流 那 有這種交流 可以在這裏 有這種 學習 這點 這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這種 有一個 合作 有這種 極限的 就是說 可以在別人的 一個地方 來看得到 這種 因為我們 像 在 泰保 我的記憶 應該是 好像是 北海道吧 應該是 北海道 一個什麼 什麼市 我好像是 明什麼 明記 反正 漢字是 這樣寫 他們有去 做一個 交流 所以 我覺得這種 也是很不錯 這些東西 就是說 有機會 都去走走看看 在這個 靜岗線 靜岗線 這邊我們去看 其實 覺得 這個 真的也不太容易 就是說 你要做到 這麼多 精緻 對自己的 這個行驗 我們 這種 這個 做事 的 態度 這是我們想要和好朋友 讨论的 這個地方 如果 有機會 就是說 去學 我們學的時候 一定要學全套 所謂學全套 就是說 包括他們這種 工作的 情形 包括 這個工作的 態度 當然 如果 這可能是自小 都比較習慣 就 用性 我們很多好朋友 都去過日本出場 你去看 大概在任何的 這個地方 都會感到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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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 任何一個大大小小的 這個地方 都很乾淨 這是 很不簡單的 這個地方 那 那 基本上來說 基本上來說 我們可以跟 提前朋友 稍微 說明一下 這樣 那 有時候 就是說 偶爾到外面 如果有機會 去看 去參觀 那 都給餐 看一看 那可以好好 來了解一下 我相信 這個也是很不錯 這也是 非常 好的 這個 在台灣 我們 雖然 很多 這個 在農業上 各方面的 我們 柯林 到目前為止 這 我們對這個 政策也好 對這個 風雄也好 都有很多的抱怨 我們都一直很貴重 日本人 怎樣怎樣 日本的 農業政策 還是什麼 或者 跟 這個 政鋼線 在說的時候 他也是狡猾 只會 瘋 太瘋 一瓶 怎麼這麼大瓶 也說 日本政府 怎樣 反正也說很多 所以 我是覺得 一個地方應該差不多 好 我們先說 日本做得很好 日本人說 你們台灣比較好 這是我沒辦法接受 我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 他們說 你們這個文神都有補助 我們這邊 都沒有什麼 聽說 連肥料 都沒有 有機肥 他們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其實有時候也不是 完全 有時候 對他的一個 沒有了解 還是怎樣 都有 都有這個可能性 對一個這個 這個機會 對這個 人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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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就是說 對這個政策上 我們可能沒有 看他們的一個 滿意還是怎樣 這是我們 所了解到的 這個地方 就是說 有時候 真的還是要靠自己 有時候也不見得 就是靠人 還要靠自己 這 自己的這個 這也是 最重要的 那在這裡 就是說 我會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 把一些商品 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就是 其實有時候還蠻 蠻有趣的 那可靈在網路上 過兩天 有機會 再給他整理 整理 再給他 潑一潑 甚至說 走進的 生活好朋友 完全電腦拍機 不差 反正我們就 這個 這個 多少忙開工 反正就給他 聊一聊 那 最主要就是要 提供大家知道 這個 這個 嗯 這個 比如說 像 網文瓜 我們種一粒 釣瓜 這 在台灣還是有人種的不錯 包括 我們 一個 哈密瓜 女王 阿魯士女王 這在網路上 也都出名 也是很認真 也做得很不錯 這個 當然 有 但是 倒數 比如說 比如說 像 政工這樣 變成他們當地的一個特色 這個是有一點點 到目前為止 這東西還是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是 有那個機會 很多 這個工具 比我們這個 運行的 這麼多 那 因為小番茄 其實到目前為止 還算可以 小番茄 到目前還算可以 所以 很多 可能在這個思考上 就比較沒辦法 那麼的前進 就是說 去找些什麼 但是 未來我相信 一些這個作物的選擇 都有可能 就是 慢慢 都有可能 會有一點點改變 那 日本呢 是剛好反過來 就是說 他們這個 種網文瓜 有的 也就是說 種番茄不錯 更誇張 更誇張的是 在這個刺程 刺程 這個地方 不然去看 這個就是 去看這個 這個 網文瓜 正在頭下的時候 很多 這個 往事裡面 都 文事裡面 應該說 設施 他的檢疫 日本的一個 尺寺 比較不像荷蘭 比較不像中國大陵 都花了很多錢 和我們台灣比較盛 所以他們在營 都比較務實 他們就在說 這個東西 起來好像 沒有那麼的好 種 他說 一櫃櫃 如果種好就好 種不好 可能也沒人說太好 所以他們現在創什麼 現在種葉菜 剛才不能特兵 他們發現 種這些水菜 這些葉菜類 也很不錯 因為一櫃一櫃一直刮 一直都有來錢 他會覺得種的 又特別的好 所以 這種的這個 為什麼 以前沒有人種 現在就有人種 問起來 原因就是 種葉菜 很多工 以前 沒有工 現在有 這個大陸的研修生 就是說 是專門做這個 去大陸 從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日本 去做工 去做工 這個人 短期的 這個 勞工 是大陸的研修生 這些東西 他們在做 所以他們工比較 超窮 所以他們從這些工 都套過他們的農學 就是讓我們台灣的農學 就逃去中介 甚至 有時候還會給他們填自願 我來 並說 他要不過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去做什麼工作 人家的並說 他種旺文瓜 他就說我就是種旺文瓜 種甘辣 今年就是這個工作 他要率名 來的時候 簽約 他要簽約 我就是做這個工作 他們通常是有一個 一個這種保障 因為有時候 在那裡做工以外 賺一點工錢 更重要的地方 還可以學一點點 在財培上 還有一些東西 這是一個 會吸引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 可以去做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給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情形 這個給朋友 先知道 大概我們 這個情形 如果對到栽培上 還有興趣 如果對到栽培上還有興趣 是什麼樣的 這個都可以 可以和我們 提出朋友 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 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 再有機會 我們再來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商品 這是要給個人小小的一個感想 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請問一下 我們跟我們聊天 我們準備好 我們請問一下 會不會 您可以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這些財産 最多的地方 我們請問一下